到了40岁你会明白一个扎心的真相 那就是普通人几乎是不需要交朋友的 交朋友就是浪费时间 这就是为什么人到了30岁之后 朋友会逐渐减少 这是个人成长的必然结果 如果到了40岁还没有明白这个道理 那只能说明你还不成熟 并且很可能已经钻到牛角尖里去了 到了30岁 精力开始衰退了 家庭琐事开始变多了 孩子开始上学了 父母的身体也开始越来越差了 总而言之你的时间开始变得金贵了 也没有那么多旺盛的精力让你肆意的挥霍了 人就会意识到只有把自己的精力开源节流 把仅有的精力都集中在几个点上 才能爆发出更大的力量 年轻时就是因为分不清这些点 所以才会为了那些所谓的胡逢勾友的一个电话 而跑几十里路就会赶个饭局 到了30岁 尤其是40岁就会彻底的明白 把精力花在这些点上 简直就是幼稚甚至是弱智 真正应该把注意力集中的几个点应该是 能给你带来情感共鸣的人 能给你带来利益反馈的人 其他都没有太大的意义 因为普通人的人际关系 其实并没有多大的价值 年轻时不觉得 等上了年纪才慢慢知道 普通人的人际关系 说难听点 连狗屎都不如 因为当你开始面对这个世界的时候 当你需要顶天立地独当一面的时候 你会发现你能依靠的其实只有自己 年轻时那些所谓的朋友 真的都是虚情假意 甚至是一文不值 等到了一定年龄 你就会明白 你是什么段位 你身边的朋友就是什么段位 你自己解决不了的问题 他们能解决吗 同样解决不了 年轻时大家还能在一起玩 心里想的是 没准以后他出人头地了 也许用得上 到了中年才发现 不用装了 摊牌了 因为有没有用 都已经摆在了眼前 一目了然了 所以连虚情假意都懒得装了 直接就是大家的联系 越来越少 甚至不再联系 可以说中年人连断交 都是悄无声息的 可是越是底层的人 往往越看不清这个现实 很多人甚至把搞好人际关系 当成人生的座右鸣 还坚信所谓的多个朋友多条路 每天热衷于社交 今天和同事去喝点酒 明天和同学去爬个山 等遇到事情的时候才发现 并没有几个能靠得住的 我当初年轻的时候 由于我是本地人嘛 所以相比于其他的同事同学呢 压力会更小一些 所以那些年真的是借给了 同学朋友不少钱 但是后来才发现 有些朋友可能也就值一两千 甚至几百块 因为为了能够不还这点钱 人家居然能够做到人间蒸发 十几年不联系 而当自己有需求的时候呢 向朋友开口 却发现能够得到的帮助 也并没有多少 所以到了三四十岁的时候 大家会逐渐变得 谁也不想帮助谁 甚至平时也懒得联系 年轻时最害怕的孤独 在这个时候反而开始觉得 变成了一种享受 有人会觉得那是不是因为人到中年过得太忙碌 所以没时间一起玩 等退了休也许就又能玩到一起了吧 错 退休以后你会发现 有钱有闲的一组 没钱有闲的一组 到处借钱的是过街老鼠 谁都不带着玩 因为四十岁都已经明白的道理 六十岁的人更明白 其实我觉得中年人朋友越来越少 也未必不是好事 绝大多数的友情是有时效性和阶段性的 友情只是两个人在某个特定的时间 某个特定的人生阶段的场务 到了散场的时候就让他散场好了 不必强留 人一生根本不需要太多朋友 友情并不是通过改造和培养来维持的 而是通过筛选得到的 人到中年筛选掉那些与自己三观不合拍 思想不同频 方向不一致的人 能留下哪怕只有一个好朋友 就已经是三生有幸 即使一个都没有 也没有必要为了交朋友而交朋友 与其花时间用在维持人脉上 还不如用来提升自己 因为人际交往的本质 其实是交换 让自己的交换价值越来越高 那么希望和你交换的人就会越来越多 这也就是所谓的朋友吧 可是呢 问题是当你看清了这一点 内心就更加的对所谓的友情嗤之以鼻了 不过到底有没有那种纯粹出于感情 没有任何目的的友情呢 当然也有 只是呢 这个要看运气 更要看缘分 是可遇不可求的 先聊这么多 我是爱闲料有观点的小郭 喜欢的朋友点赞关注 咱们下个视频接着聊更有趣的话题 再见